第一个吻 小宝贝,妈妈也爱你 一定有人给了我们第一个 一只站在长颈鹿鼻子上的火烈鸟感叹道 什么第一个呀 谁给了什么东西吗 你在说什么呀 大伙儿聚在火烈鸟周围七嘴八舌地问起来 我在说第一个吻 火烈鸟说 一定有人给了我们第一个吻 第一个吻,吻是什么 长颈鹿抬眼问道 吻是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东西哦 它让你觉得好像在飞 它让你的心里暖暖的 它让你浑身痒痒的 就好像有小蝴蝶在你的肚皮上跳舞 它还会让你的心碰碰乱跳呢 现在来说说你们的第一个吻吧 嗯,我们的第一个吻是这样的 狮子兴奋地跳起来 它的感觉就像在飞 哈哈哈,这不是吻 哇哦,飞喽 这样呢,它让我们暖暖的 斑马问 哦,这绝对不是吻 妈妈,我感觉好温暖啊 嗯,那这样呢 长颈鹿叫滴滴地说 它让我们从头养到脚趾头 不,这不是吻 妈妈,养养得好舒服啊 哦,我明白了 我应该是这样的 它会让我和爸爸笑个不停 小北极熊笑着说 不对,这只是碰碰鼻子而已 小家伙 哈哈,爸爸 我知道了,一定是这样的 小巷说 我和爸爸妈妈互相丢泥棒玩 特别有趣 好吧,是挺好玩的 可是还不是吻 爸爸,我身上都脏了 呵呵呵 那,我想 吻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肯定猜对了 洛特说 这样做会让我们的心 蓬蓬乱跳 浑身软软的 哦,真美好 可这也不是吻 妈妈,我的心跳得好快啊 现在我真的很想知道 小鹿说 小鹿说 吻到底是什么呢 谁给了我们第一个吻 宝贝,爸爸想到了 吻是 啊,我知道 机灵的小猴子 在树桶中大声喊道 是妈妈给了我第一个吻 我也把第一个吻给了她 我知道,我知道 似乎妈妈给了我第一个吻 我也把第一个吻给了她 吻就是这样的 小猴子在妈妈的脸上 用力地亲了一下 小宝贝 妈妈也爱你 吻就是这样的 爱有时平淡无奇 有时却又格外珍贵 第一个吻更是如此 它就像幸福时刻甜蜜的小种子 深深扎根于每个孩子心中 当他们长大 有一天为人父母时 再回忆起第一个吻 心中都会感觉无比美妙